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坦白说,市场上的焦点未必太多 可以留意昨晚,夜期方面都有少少的回徒 究竟港股连升了好几天 近期一个这么强的上升动能之下 会不会今天有少少的获利回套呢? 都可以留意 好,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各别发展的纳指再创新高 市场观望 星期三联储局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之后就各别发展 道指早段一度再创新高 之后要倒跌 收市跌196点 收报39,806点 标指微升4点 收报5,308点 纳指升108点 收报16,794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上星期五创过8个月高位之后 昨天下跌1.6%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苹果和Google靠稳 Tesla跌超过1% 芯片股做好 即将公布业绩的NVIDIA 升2% AMD持续做好 美光和应用材料都上升3% 以月托证圈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 是个别发展的 阿里巴巴是靠云 网易京东和百度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理想汽车的业绩 差过市场预期 ADR调比本港收市低15% 阿泰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做好 升超过200点 最新39,278点 首义终合指数向下 跌13点 显宁普通股指数跌4点 新西兰硬实成份股指数 都要跌42点 新加坡交易的广告黑企 现在最新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恒指也有19,5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判 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看看美股的情况 Jason会如何预示 纳指上日再创新高 道指早段亦创过历史信高 不过之后要倒跌 就不能够手在40,000点楼上收市 市场观望着两件事 星期三收市之后 NVIDIA就会公布轨迹 另外联储局今个星期 会公布会议的纪录 美股的气氛 自从联储局5月初议息 放换了缩表之后 就开始重拾升势 去到上星期 公布了CPI数据 看到核心CPI 其实就去到三年新低之后 市场预期今年稍后 会启动减息 美股升势就进一步确立 道指纳指这两天都先后破顶 先问问Jason对大市走势的看法 减息的预期现在就重延了 加上之前美股公布的业绩 其实都叫对板 你评估美股是否有条件 今年来会继续再创新高 暂时我的看法还是相对正面一点 因为始终这一阵 大家看 除了你说看是否美联储 未来会在第三季减息之外 更加重要我觉得是什么呢 看之前美股在过去的一个两月 公布第一季的业绩 整体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也都见到不少公司 比起第二季方面的guidance 就是前瞻指引 也都是比较正面一点 还有你看回近期 虽然看到美国部分的一些数据 例如零售销售这些 就有点放缓 但都没去到一个很急剧的萎缩 或者见到它回落的幅度 都不是真的叫做很大 所以短期里面 我相信美国整体经济 都还是比较有一个所谓人性 就是那个增长 仍然都还是在第二季会保持到 相信对于美股的业绩来说 应该问题不大 这方面我相信都还是会支撑到 整体那个美股的升势 如果你说未来到第三季 美国方面真的有机会 启动一个减息的 现在市场都预认会 今年里面减两次 也都代表一个叫做 soft landing 远着落 也都有一个配合着 一个比较轻微的减息 我相信这个情况 就是比较理想的 还有就是看回 经过第一季的业绩期之后 现在市场上 对于美股 今年那个盈利预测 都是调高了 还有对应了 比如S&P500指数 那个Forward PE 现在也是下跌到大概21倍以下 这一个估值水平又不是说 真的叫做去到很高 去到很泡沫的一只 所以暂时我对美股的看法 都不会说真的太过淡了 其实今次的上升 其中一样的因素 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那个CPI的升幅 就是核心CPI的升幅 其实就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所以大家就觉得抗击通胀 好像有些成效 预期 接下来就有机会减息了 但其实另一方面 也有些讨论 就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美国的通胀 那个成分里面 其实租金的上升 是比较难回落 所以有机会 就预示那个租金 就不是那么容易回落的情况之下 通胀会在高位横行一段时间 市场日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现在预期9月可以启动减息 是太过乐观的看法 你自己又怎样判断 觉得9月启动减息的机会 又大不大呢 租金当然都叫做维持一段 比较高的水平一段时间 你说看近期美国方面 一些楼市数据 租金水平的数据 都没见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真的有个由高位回落的情况 这个都挺神奇的 因为你想想过去的两年多 看到美联储方面加了这么多息 美国的30年期的按揭利率 之前都升了7厘多 反而就令到租金水平不跌反性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觉得买楼 供楼的成本贵了这么多 与其这一刻去入市买楼的 倒不如去租楼 令到租金在高位上不肯下 但是如果当美国经济 或者整体的就业情况 或者零售方面的情况 开始回落的话 亦都相信整体的租金水平 都会跟着下落的 还有如果未来 好像见到近期 一些长年期的美国国债的 都开始叫下落呢 那会不会又令到 可能部分一些人士 之前觉得一个息口太高 不去买楼的 那现在呢 就反而去想想入市了 那本身可能租楼的 又会变成买楼 会令到租金的需求 就是租金的水平 会有机会有回少许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相信这个因素 对于那个所谓租金通胀来说 未来都还是会有机会下落的 那除了你说看这个因素之外 我自己都看回过去这二十几三十年 很多时候 美联储启动第一次减息 就不是说一定来自一个 很明显的通胀回落 反而就是说经济数据呢 是重要一点 如果你说接下来的经济数据 就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一些的放缓的 那也是一个因素 令到美联储有机会启动减息 毕竟你说近期要 美国通胀下落得多呢 都有少少是不是那么现实的 因为你看回 譬如最近这几两个月 很多的金属价格 大宗商品的价格 其实都升得很厉害 那如果你说把这个东西 摆在通胀那里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CPI 或者PPI这些指标 要下来说 都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是的 除了看着CPI 还要看着就业数据 还有那个GDP增长 还有大家计算了 就是今年是那个大选年 即是接下来会怎样左右住 那个市场走势 就要有待进一步观察 好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先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昨天就一度升上19,700点 流上的 收市升幅收窄 恒指昨天高开67点 高位见过就是19,706点 再创超过9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收市升82点 收报19,636点 国指升0.4% 收报6,964点 科指升0.6% 收报4,135点 大市全日成交1564亿 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不过金额就有所回落 达到24,900,000万 中国银行继续有北水淨入 金额跌到7,900,000万 建行持续有北水淨入 昨天的金额有5,900,000万 用创有回吐 但有北水淨入 腾讯和健康都持续录得北水淨入 看看证流出方面 即将公布业绩的快售 持续有北水淨出 昨天金额是1亿 腾讯再次转为北水淨流出 金额是2,200,000万 中海油和美团 继续有北水淨出 后日公布业绩的小米 也有北水淨出 金额是超过6亿 跟Jason谈谈大事的情况 对上一次我们的节目是4月尾 当时恒指单单计4月份 升了1200点 升幅是7%左右 当时仍未见到18000点 当时建议大家如果有货 可以看位置赚 但是由上次上来到现在 过去三个星期 有几个政策大家值得留意 第一就是中央出大招 旧内房也有传闻说到 会减少内地居民 来香港买港股的股息税 政策加上消息 将港股单单三个星期左右 再夹1700点 昨天到19,700点的水平 看到升势持续 就是有大行叫做钻铁 大摩就上调了恒指的目标价 预计这个时间点是去到明年的年中 他们说它最乐观的情况 就可以见到22,500点 不过如果是去到基本情景 就由原先预计今年年底 在16,000点 春年年中的目标 就是去到19,150点 上调的幅度大约是两成左右 国子上调的目标 亦都是大约是两成左右 最新就是6,800点 高盛亦都上调了MSCI中国的指数目标 他们说指数自今年以来 就由低位反弹了3,100点 在过去三个月 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 他们说如果参考过往经验 当进入一个技术性牛市之后 股市就有60%的机会 就继续向上 随后六个月 最高的回报平均会录得35% 对比较好 选择 即选择 从未华的地区 Spike